先來帶您看到臺北中正區水源路上 有一處社區大樓就在今天凌晨 金船火警 當時有一對情侶受困屋內無法逃生 消防人員抵達之後 布水線來搶救 同步進行搜索 兩人被發現時 導覆在床上已經沒有了呼吸 心跳 緊急送醫搶救 女子恢復生命真相 在加護病房 男朋友不幸身亡 傷患被抬出大樓 立刻在馬路上施以心肺復蘇數 三號凌晨三點 水源路一棟十二層樓住宅 發生火警 一對男女受困屋內 已經沒有生命跡象 十樓一戶內 發現一男一女倒臥 在臥室 已經沒有呼吸心跳 送醫急救後 男子不幸身亡 女子則恢復生命跡象 還在加護病房救治中 另外農煙迅速往上看 樓上十一樓一位孕婦吸到農煙 也緊急送醫檢查 索性沒有大礙 整棟樓五六十人緊急疏散到戶外 還有小朋友光著腳丫 就被爆了出來 根據瞭解 還在急救的六十四歲離性女子 與死者五十五歲周姓男子 兩人是情侶關係 起火點是他們的客廳 一次電線走火 導致半夜熟睡的兩人被嗆傷 無力逃生 消防隊員破門時發現他們倒臥在床上 一大早火料人員再回現場勘察 一場惡火 男女朋友天人勇格 他們的家人只希望能趕緊釐清 火災真相 這條旅館精神會台北上的報導